文斌在19日离开了我们 22日家人为他低调送行 各国粉丝也用自己的方式想念他 这几天韩网上出现多则发文 全部都是在称赞文斌的好 有一位曾在电视台工作的网友 用很遗憾的心情 写下了这篇感谢文 他说很抱歉现在才说出口 谢谢你文斌 他表示当时在电视台工作 被导演大骂 结果文斌入过刚好看到 明明到过电视台很多次 文斌却跟导演说 不好意思我走错了 可以告诉我怎么走吗 硬是打断了现场的气氛 导演也就不再骂人了 让发文者一直非常感谢 但都没有机会说出口 还有一位网友说 他的餐厅遇到文斌 不小心把汤撒到对方身上 结果他吓得当场不知道怎么办 文斌却反过来关心他的状况 还一起亲而现场 身边的朋友告诉他 他是艺人文斌 最后还要了签名才走 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网路上不断出现文斌的各种美谈 也让喜欢他的粉丝感叹地说 谢谢你斌尼 虽然你停留的时间很短暂 但我们会永远记得你的 要记得好好休息哦 希望你在远方不再辛苦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